欢迎收听谈庭会演播柴小九 谈庭,一称博弈庭 此处繁育喜庆节日,小贩云集叫卖,誓死热闹 下至黎明百姓,上至达官贵人,喜榴莲 该处谈笑、对意、看灯、郊游或作画房赏月 青楼巡逻,坐林蒋谷,醉父父亲 谈庭之战,却是武林中一场重要的战役 这一场战役对江湖的影响固然深远 但这一役所牵涉的后果是挑战者与接战者所异想被盗的 谈庭之战,是蓝元山约战周白羽 一匹快马,宗毛鸡羊,私生清远 马身上毛色如同乌云盖穴 马背上还有三点早红 像三朵尽力的牡丹花,开在这匹飙马的身上 马上的人一白如雪,脸如冠玉 背后玩有一柄长剑,双腿夹紧马肚 正要掠过全家沟直扑幽州谈停 马上的人便是周白羽 周白羽此刻脸上正挂着幸福,也傲慢地微笑 因为在她的脑中正想着她心爱的未婚妻子 白心如身穿雪白的罗衫,替她送别 那时迪花飘飞,她在关道口策马催发 白心如扬起那春葱也是的小手,起起脚尖叫道 玉哥,你一定打赢的,我等你回来 周白羽在鸡尺的马上,嘴角的笑意愈来愈浓 那是因为她想到白心如对她的信心 就是她自己的信心 白心如牟里的心灰,就是她胜利时剑花的光芒 生死绝于轻娥之间 以剑的星光点亮生命的荣光 是周白羽的追求和向望 尽管她在江湖上曾一再受挫 她所统领的北城也几乎遭受灭门之祸 但她却仍然一心勃勃 只有江湖的大风大浪才能使她的这艘晋州 发出浮波射浪的潜力来 她一定能胜的 多少次枪敌占尽了优势 但她的志气和贱气在巨间中 发挥了令群魔胆丧的光彩 最终仍取得了胜利 不过这一次的敌手不是邪魔 而是蓝元山 西镇蓝元山 江湖上为争鸣夺利而引起的兴风血雨 本就在所难免 武林四大家东浦南寨西镇北城守望相顾 互为奥元多年 没有强敌四伏 四大家必清洁所能通仇敌凯 也不知击退了多少强敌 可是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四大家地位一旦巩固 难免想扩张 彼此相履的实力 是将此消彼掌一决高响 何况四大家中南寨阴城峰和北城周白宇 巨是年少亦高 难免心高气傲 年纪最大的东浦黄天青 要不是近年来被蘑菇 鸡摇花一颗铁胆 碎了几根肋骨 和一身严重内伤 黄天青早就发动一场 擂台决战了 武林四大家虽是被目为 主掌武林正义的四条支柱 但争强斗盛 连东浦西镇南寨北城也不例外 朱白宇纳闷的是 怎么首先发动挑战的 是蓝元山 蓝元山一向沉着 淡薄是顾四大家中 以蓝元山最是沉浅 但武功也最不可测 四大家情势上 非要分个高下不可 这点周白宇是相当了解 可是怎么会是蓝元山 掀下战书 第一个挑战的就是自己 这样想着的时候 周白宇纯边的笑意 变作了眉心的结 而就在这个时候 风尽清凉 河草清清 突然传来一声女子的呼救 周白宇乐马转配双腿一架 那批紫云溜 像箭矢一般飙出去 马进江边之际 女子呼救之声已变成闷窖 逐渐微弱 发出小动物将被野兽摧残时 令人心痛怜悯的哀寒 河畔的野江花白色仙女的灿笑 开满了江边 清清草地上也散落了数十朵白江花 正被五个大汉十只脚残忍地践踏着 花瓣是脆弱的 经不起践踏 倒在草丛中有一女子 群居已被掀起 衣衫也被脱去了一半 披露的黑发在军细的脖子上 形成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美姿 两个大汉正在制止她的征扎 那五个大汉凝望着这女子 虽正在面临极可怕的侮辱 但依然有一种傲视的冷然 心头不仅有些微慌乱 他们便用阴霞的语言来调笑 要激起女子的羞辱和她们的兽性 这么漂亮的美人 千金都买不到 今儿个却叫哥们乐了 没想到居然有这么美的妞到江边来采江花 总算就大爷遇上了 小姑娘 尝过愈先愈死吗 不要怕 用一会儿就好 留你一条命 慢慢回味 怎么着 别害羞嘛 这里只有我们和江水看到 说着 用手搭到女子肩上 那女子像被一条可怕的毛虫沾上了 慌忙扒开她的手 想逃 但又给一个人绊倒 在草地上 好舒服的 咱们叫唇武猫 出了联手剑法 在这方面联手也 骤然间她的声音像一滚消吹揍石 突然裂成了两片一样 扭曲了 她的脸孔也扭曲了 一柄雪玉野式的长剑 酥的自将丛中递出来 刺紧她的小腹里去 一个眉飞乳病 神定弃足的青年 威然自草丛中也将花间斩了起来 猫叫春武大仙 墨世兄弟的剑阵 从今以后 绝技江湖 他的声音带着冷峻的讥笑 他一上来就毁掉了一人 墨世兄弟护去一眼 四辈人猛淋了一盆水似的 浴火都消失了 怒火却要从蹊跷喷出来 你 你是什么人 何方鼠辈 敢施暗算 这句话还没有骂完 周白宇已搜的书箭 他书箭之快如同初箭一样 谁也未曾看见他初箭 只看见莫飞向中箭 此刻周白宇 箭又回到箭窍中 喷的一声 他身边的一簇野浆花 白色花瓣上喷满了鲜血 莫飞向刀在青青草地 莫世四兄弟怒吼一起拔箭 他们虽是四人一起拔箭 但箭声 争 枪 吃笑四项不同 那是因为他们四人手中的箭 有长的 有短的 有粗的 有细的 而且长的是蛇形取箭 短的是三尖六刃 粗的是勾头 虎称 细的是软铁免箭 都不一样 看来如果莫飞向不死 他把出来的箭也一定与众不同 周白宇弯腰 捡起地上一件衣衫 笔记里 指纹到一阵香气 心中微微叹息 他低下头的时候 莫世兄弟正想发动 却发现这气定神贤的青年 弯腰垂首的时候 双目仍冷冷地看着他们 四人都觉得目光仿自跟力电打了个风 心中吐吐乱跳 一时都动不了手 周白宇把衣衫往女子处扔去 拍了拍手 淡定地游往四周 你们的猫儿叫春剑阵 已少了一个人 不必再打了 把你的剑 莫世老大为军头吼叫道 真正的剑手 剑是在剑窍里的 周白宇傲慢地笑了 剑出窍之时 就是敌手亡魂之计 他指着四个绷紧如弦的人 淡淡地道 吃剑萧窍的人 不叫剑手 叫你妈的 莫世兄弟的剑 发出四种完全不同的 吉小瑞鸣 刺 戳 斩坯 弓向周白宇 同时间夹杂着女子的一声惊呼 周白宇的身形 像一只大风车般旋转着 已避过三柄剑 三柄剑 都是堪堪掠过他的衣衫 当的一声 他剑拔翘半尺 挡住莫洪志的中锋剑 刹那间二剑相击 星光四剑 莫洪志被星花所见 只好合上了眼睛 这一瞬间 但在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胸膛里多了一个洞 喷出了血泉 他也为一阵刺骨的难受 而倒在地上 第二个 周白宇从容的回身 在三柄夹着风雷雨之声的剑光中穿身而过 他也被回头 三个敌手更不及回身之际 他一剑一反手刺穿莫班长的背心 怒吼声轻便为惊呼声 交手紧三招 地上已多了三具尸体 五个想肆欲自快的人 一下子只剩下了少数 这惊畏是不可言喻的 剩下的莫君头 莫山帝的眼睛 开始向四周的草丛由转 周白宇冷笑道 你们作恶多端 饶不得 他掺空而起 但莫氏两兄弟却在同时间左右分窜 抢入草丛间 其实周白宇也最记着一点 若剩下两人分头数窜 自己追杀一人容易 要一个不漏就难了 所以他故意用话震住他们 好一击搏杀两人 可是莫氏五剑 虽远非周白宇之敌 但江湖阅历颇多 一件势头不对 分头扯乎图个生机 周白宇扑起 两人一分左右跃出 周白宇微愁愁 一头到莫君头背后 莫君头像一只袋鼠般跃了出去 落地再跳 半空中身子裂成两盘 因势道未消 血雨般的身子扔往前扑 扑落地上 周白宇虽然杀了莫君头 心想反过来追杀莫山帝 就不容易了 可是当他回过身来的时候 就听见莫山帝的一声惨嚎 原来莫山帝略起之计 那女子发汗 用怀剑趁他慌乱之计 刺中了他的下泪离去 莫山帝死于这个女子之手 自己也充满着惊疑与不信 所以爱护得特别凄厉 莫山帝挣扎要用剑刺杀对方 但剑指中途已脱离 剑落下他的一只手却搭在女子肩膊上 人也扑倒在女子身上 那女子一面拨开 一面挫着绣眉 像快要哭出来了 好像站在身上的 是些黏黏的东西 她挥也挥不去 女子杀了莫山帝 脚也吓得发了软 咕咚地坐在草堆上 在她游死芙蓉般的美业上 留着惊悸悲痛 愤恨和复仇的痛快 厌恶的赠怨 围江畔野江花 跟她娇好的脸目一应 这女子就像小家碧玉里的白莲花 孤傲而可怜 这时女子的服饰凌乱 花容惨淡 但露出来薄红小山 趁着白鱼双重小衣 袒露出来柔静的白静 尖 腰 却在绿草白花野地上 透露出一股强烈的美 这在周白鱼来说 连白心如都不曾给她 那么玲珑浮屠感觉 周白鱼盲连定心神 抢过来一把揪住 还未掖起的墨山地 有周一带进来的 七宗豪门掩尸截杀案 是不是你们的所谓 幽济二周 最近一连串发生了 七宗骇人听门的截杀案 死的都是才以双全的名女子 这七位女子在武林中有着一定的地位 其中有些女子的武功还在仙子女侠白心如之上 这七位女子是 淮北第一英雄龙在田的夫人 古秋暖 青梅女侠段柔青 玉士曾侧颂 曾打人掌上名忠 曾艳弱 燕云剑派女掌门人 游菊剑 富可敌国前山谷 前大老板爱妾 殷力情 琴骑师书画 剑掌刀枪兵 诗般精通的十拳才女 于索东 女豪侠 冷迷菊 为了这七个骑女子神秘身死 死时又甚无寸侣 家里被洗劫以空的案子 官府不但飞骑 请四大名捕中的追命 先行赶来援助 就连无情也动身到幽州来 而且武林中的女子暗自微距 白心如还连同了六位武林中的侠女 来协助联防破案 周白宇原本也为此案搭上脑筋 全面对付燕姬凶途之际 没想到西阵兰元山会在此时下战书 他只好仓促迎战 虽然仓促仍怀着必胜之心 只是那七宗奇案 他一直念念不忘 事已要趁墨山帝未死 要从他口中破出一些什么来 不是 不是我们 墨山帝翻着眼 嘴里冒着鲜血 不是我们干的 终于咽了气 周白宇发觉他抓住的是一个死人的时候 心里一阵失落 不过他相信墨山帝的话 周白宇当然相信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其实他更坚信 凭这教春五毛的剑法 在丧命的七名女子中 就算是五人连功 他们最多只能打赢那七位女子中的一人 跟另一女子或许可以打成平手 其他的则必败无疑 凭教春五毛 还干不起这等大案子 他缓缓地拔出了死者体内的怀见 鲜血又像夕阳洒在江上的红霞一般 溅在白花瓣上 女子低呼一声 他似乎很怕看到血 但他自己的膝上正在躺着血 鲜血染红了他白色的裙居 周白宇又蹲下来 那女子似乎有些退缩 终于还是任由周白宇撕了他自己衣袖上的布衫 替他包扎好小腿上的伤口 周白宇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子 有着那么魂美又千巧的足怀 她的血染在他的手上 河边风大 江花皎洁的一味点头 雨点终于大了起来 雨点首先使河面上像织布机上的线网 秘密织成了一片 一些雨点洒在女子的井上 女子稍微色缩了一下 周白宇指着自己道 我是北城周白宇 周白宇在江湖上不管会不会我 大都听过他的名声 他尤其得意的 是已在二十二岁之灵 就当上武林四大家之一的宗主 六年来数语强敌 率遭挑衅 但他领导下的北城武阳城 依然屹立不倒 而与他敌对的帮派组织 大多早已烟消云散 所以周白宇十分珍惜自己的名声 而且也自视自己的声明 那女子点点头 纵使此刻她一是凌乱 但仍有一种大家闺秀的威义气质 逼人而来 周白宇又道 现在没事了 她直指地上的死人 心里在想 你也不要难过了 反正碰过你的人都死了 这事谁也不会传出去 那女子又点点头 无法绕在白皙的脸颊脖子上 有一种惊心的魅 周白宇说 雨要下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这时河畔草丛已因雨点 响起了一阵素素的清香 也将花瓣的鲜血 渐被洗成浅红 渐渐挥到原来娇柔的白色 周白宇望望天色 真的要下大雨了 那女子忽然演气起来 哭得很难过 很伤心 周白宇只好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 和风送来 几缕发丝飘到了周白宇鼻端 一股清沁的金蓝糖的粉香 令周白宇几乎炫了一炫 女子也缩了一缩 周白宇的手便拍了个空 她结白如野浆花瓣的脸颊 墨现了一种令人动心的飞红 女子也不哭了 须须站了起来 周白宇深吸了一口气 不去看她 阴落而出找到了那匹 动如疾风静如盘的造流马 那马儿见主人和一女子回来 思鸣了一声 在急语中听来分外萧索 周白宇回头看去 只见女子缓缓跟了过来 用手掩住衣衫撕破的地方 周白宇说 雨大了请上马 那女子转动着七处的毛子 看了看马托 悠悠道 那你呢 周白宇正了一正 她在江湖上闯荡惯了 也没避过什么闲来 男的女的别说供其侧纵 就连同她相对也没有顾忌 不过女子这一问 周白宇倒是腼腆了起来 我 我走路跟着 那怎么好 不好的 女子悠悠地说 不要紧 没有关系 周白宇心中正盘算着没有把握 我脚快追得上她 前面不远就是全架沟了 姑娘 姑娘 附近有没有居处 女子摇手 垂头